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百姓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上门女婿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洛元湘与邹正。 洛元湘与邹正在一起22年了, 邹正经营着一家木材加工厂, 夫妻俩过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 在四年前,夫妻俩因为一次口角之争, 邹正一气之下搬到了木材厂生活。 可是没过多久,丈夫在外家外有家的风言风语, 陆续传到了洛元湘的耳朵里。 今年二月份,在家门口的马路边上, 洛元湘无意中看到丈夫开着车载着别的女人扬长而去, 而这个女人正是传言中丈夫的红颜知己。 难道邹正真的背叛了家庭吗? 洛元湘亲眼所见, 丈夫邹正的副驾驶上坐着的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丈夫同事的前妻逢咬。 那么究竟是洛元湘捕风捉影, 还是却有其事呢? 早在一年前, 洛元湘就从朋友的口中听到过 关于丈夫与冯瑶的花边新闻, 他还曾上门找过平遥对质。 彼时,冯瑶再三保证, 只要洛元湘不惊动家人, 他一定与邹正划清界限。 可是如今, 洛元湘再次亲眼所见, 两人仍旧往来密切, 他怒气冲冲地跑到木材厂, 找到了丈夫邹正, 他必须要得到一个说法。 面对妻子的质疑, 邹正却十分冷静。 他直言与冯瑶之间是多年好友, 并非妻子口中所言的暧昧对象, 可洛元湘却笃定, 两人之间绝非空穴来风。 邹正透露, 冯瑶已经不是妻子怀疑的第一个女人。 结婚多年, 妻子整日疑神疑鬼,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时, 只要与自己有接触的女性, 都能成为他怀疑的对象。 那么, 究竟是洛元湘到听途说无中生有, 还是邹正在找借口替自己开脱呢? 邹正表示自己与洛元湘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四年前, 妻子将自己赶出家门, 如今自己已经起诉离婚, 妻子此时再来深究他的绯闻已无任何意义。 邹正话里有话, 当年夫妻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 洛元湘又为何要将邹正扫地出门? 原来, 邹正与洛元湘系再婚夫妻, 两人没有共同的孩子。 当年邹正眼见着洛元湘的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他与洛元湘商量建起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可就在房子完工后, 大年二十八和家团圆之时, 夫妻因为小事争吵, 洛元湘将邹正赶了出去, 邹正一气之下离家四年。 邹正觉得, 妻子在房子落成之日便将自己赶出家门, 还四处宣告, 建房子自己只出了三万元, 此举无非就是过河拆桥, 于是他坚决要离婚。 可是在洛元湘看来, 丈夫放大口角之争, 不愿归家, 实则是找了一个借口, 好与冯瑶光明正大走到一起。 邹正说, 妻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自己花钱费力, 二十二年不离不弃。 如果不是妻子翻脸无情将自己赶出家门, 他也不会动了离婚的心思。 可是在洛元湘看来, 丈夫年轻时都能接受疾病缠身的自己, 从未提过离婚。 如今与冯瑶来往密切后, 便坚决离婚。 他怀疑丈夫必定是受了冯瑶的挑拨。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 洛元湘说, 丈夫曾趁着自己不在家将他人带回家中。 家中物品摆放异常, 丈夫的枕头上还喷上了香水, 种种迹象表明, 事出反常必有问题。 他偷偷在隐秘角落装上了监控, 想抓到邹正背叛家庭的证据。 那么, 究竟是洛元湘过于敏感, 还是邹正真的变先了呢? 洛元湘带着寻情小组来到了冯瑶家中, 这是洛元湘第二次来到冯家, 可是这次会面, 冯瑶的态度由先前的错言无的变成了愚心无愧。 难道真是洛元湘误会了二人吗? 按照洛元湘的说法, 此前冯瑶曾经亲口承认过与邹正之间关系匪浅, 并表示会斩断情思, 不再与他纠缠, 可是事实上, 两人之间仍有往来。 对于洛元湘的种种说辞, 冯瑶只觉得是无稽之谈, 他全盘否认。 冯瑶表示, 自己为了避嫌才答应洛元湘, 以后不与邹正来往, 但这番保证并不是表明二人之间存在暧昧情愫的证据。 眼看冯瑶并不承认, 洛元湘找到了冯家人, 他希望冯家人出面证实自己的说辞, 并阻止冯瑶继续与邹正来往。 洛元湘说, 丈夫邹正多次来过平家, 甚至逢年过节也曾上门拜会, 冯家上下都知道他的存在。 在他看来, 是冯家人纵容了冯瑶破坏他的家庭。 洛元湘的态度彻底惹怒了冯家人。 冯瑶的儿媳坦言, 婆婆与邹正之间确实交往过一段时间, 彼时, 邹正以单身汉的身份自居, 冯瑶并不清楚他的婚姻状况, 直到洛元湘找上门来全家才恍然大悟, 在家人的规劝下, 冯瑶承诺断了来往。 事到如今, 冯瑶的儿子表态, 即使邹正离婚, 自家人也不会同意二人走到一起, 说罢便匆匆离去。 可是洛元湘却越想越不甘心。 洛元湘与邹正相恋时, 他还并未离婚, 他原本想着与邹正只是一场露水情缘, 激情过后终究要回归家庭。 可是邹正却多番保证, 一定会用心照顾自己。 为此, 洛元湘不惜背上了抛夫妻子的骂名与邹正结合。 如今时过境迁, 邹正当年的承诺早就化作泡影, 洛元湘悔恨万分。 邹正第一段婚姻 是上门女婿, 她离婚之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穷困潦倒到睡觉, 直接盖棉絮, 穿到处破洞的衣服。 尽管如此, 洛元湘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在了她的身边。 如今苦尽甘来, 新房落成, 丈夫事业有了起色, 却另结心欢。 此时, 新房大门上课的和谐之家四个字, 在洛元湘看来异常讽刺。 洛元湘与邹正相恋的第十个年头才领证, 一方面她想着随时抽身回归家庭, 一方面她又希望能够分到两人共同拼搏的财产。 婚前, 两人一起借钱买了一个粮仓, 如今价值不菲。 事到如今, 如果丈夫不愿回头, 那么她想拿回她应得的财产。 洛元湘再次来到了邹正的木材厂, 此时, 邹正并不在工厂内。 工友们, 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规劝洛元湘西是宁人, 放下身段挽回丈夫。 工友透露, 邹正离家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如意, 木材厂的居住条件简陋, 除了工作日午餐有工人做饭外, 其余时间断都得邹正亲力亲为。 甚至在逢年过节和家团圆之时, 父母双亡的他也无处可处, 只能独自留守工厂内。 就在这时, 邹正回来了。 邹正表示, 四年前妻子鳄语伤人, 将自己赶出家门。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妻子从未有一句真心的道歉, 让他觉得自己多年来的付出并不值得。 邹正第一次婚姻是上门女婿, 在前妻面前她始终抬不起头。 与洛元湘结婚后, 两人建的新房又在洛元湘的地皮上, 房产正写的还是妻子的名字, 让他再次有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他觉得在两次婚姻中, 自己都没能摆脱上门女婿的标签。 邹正一直想用事业上的成功来让自己当家做主, 可是在洛元湘的身边, 他还是被压制的那一方。 家中大小事务都由洛元湘说了算, 经济命脉也由洛元湘掌控, 他变得唯命是从, 这样的婚姻生活让他感到窒息。 邹正深知, 年轻时他一门心思放在了洛元湘的身上, 亲生儿子的每一个人生重大关口, 他从未有过半分付出, 如此情形他也没有脸面要求亲生儿子尽赡养义务。 而在妻子的眼中, 毕竟自己破坏了他人家庭, 即使妻子表面不说, 他也明白自己不可能真心得到他的尊重。 多番考虑下, 邹正只能趁着如今还能劳动, 替自己积攒下养老钱。 邹正说, 人生过半, 情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他得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 妻子临下的房子即使他出了钱, 他也不愿争强, 只是坚决要离婚, 以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第一次婚姻做上门女婿的阴影, 时刻伴随着邹正, 他希望在家中能有话语权, 可是洛元香同样也具有掌控欲。 后来邹正的事业有了起色, 说话自然硬气了起来, 只是这时的洛元香并不懂得丈夫的心境为何转变, 他只觉得是丈夫有了二心, 怀疑猜忌也加深了二人的矛盾, 以至于走到难以回头的地步。 可是无论如何, 都不是邹正背叛家庭的理由, 愿我们都能在这喧嚣复杂的人世间谨慎选择。 在招募轮转中守护自己温暖的家, 如若不能, 那就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婚姻, 认识人生。